市场半年时间 预估华为为全球市占率将会从今年的15.1% 下滑到明年的4.3% 不过对其他手机大厂来说 这是强劲的好时机 释出最新广告 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在10号至12号于东莞登场 外界推测此发布焦点 很可能是鸿蒙2.0系统 本想开天辟地却处处碰壁 随着美方的第二轮制裁 直接掐住了生产手机最重要的晶片 市场预估明年华为手机出货量 可能下跌七成之多 而中国本土的企业 其实也不是没有生产新产能力 而是应该严格来说 目前来讲还没有制造5纳米芯片 但是芯片的厂子它的发展方向就是 先有了比方说28纳米 28纳米以上的高端芯片 然后同一个厂子再发展到 比方说制造14纳米 然后它再发展到7纳米5纳米 华为的芯片禁令将在9月15号生效 最新一代Mate40系列 可能成为华为麒麟9000芯片的末代手机 市场预估 备货芯片将在2021年耗尽 届时华为手机全球市占率 可能从今年的15.1%跌到4.3% 而苹果硕立于iPhone12将问世 渴望重回手机霸主宝座 三星则部署强试华为原有市场份额 明年渴望出货3亿部手机 吃下17.8%的市场 大陆品牌小米 Oppo Vivo也正严拟战略强试战 魔权擦掌 Oppo日前宣布下半年手机生产订单量 增至1.1亿部手机 而小米则将采取从入门到高阶旗舰机种 全面覆盖的策略 在华为尽力生肖后 趁势争夺事战 记者颜沛与丹正博综合报